新冠肺炎 虽然香港刚刚已经过了冬天 但其实肺炎不单止在冬天会爆发 春夏天都有感染的风险 今天很开心请到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之俊医生 和我们讲讲的 徐医生 你好 徐医生 你好 首先想问一下医生 其实除了新冠肺炎 还有什么肺炎是需要大家去留意的 简单来说 我们都会分为两大类 一些病毒性的肺炎或者细菌性的肺炎 病毒性的肺炎大家都经常听 新冠肺炎其中一种 另外有很多其他病毒都可以引致肺炎 例如流感 负流感 腺病毒 人类肺便病毒 都可以引致肺炎 细菌性的肺炎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种类 因为很多种不同种类的细菌 都可以入侵人类的肺部 我们最关注的当然都是肺炎链球菌的感染 因为肺炎链球菌是可以造成一些入侵性的感染 除了说入侵我们的肺部之外 亦都可以入侵其他的器官 造成一些很严重的病发症 甚至死亡 如果说到肺炎球菌感染 其实目前大概有多少种血清型 是不是全部都会危及我们健康 在这么多种血清型里面 血清三型是我们最关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本地来说 或者其他国家 血清三型其实都是最常见的 在本地的入侵性肺炎球菌感染里面 差不多占了一半是血清三型的 而在小朋友 差不多占了六至七成 而在大人就有三至四成 都是血清三型引起的入侵性感染 那为什么血清三型那么厉害呢 就是和这个细菌的结构有关的 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甲膜 这个甲膜可以保护到细菌自己 人类的免疫力很多时候都控制不到这些细菌 血清三型的细菌 而且在我们打了疫苗之后 我们制造一些抗体对抗血清三型 也都是比较上困难的 技术上是比较上困难的 所以血清三型 是很经常会造成一些入侵性的感染 和造成一些严重的病发症 那最近不时都会提到一个 叫做呼吸道合包病毒RSV 那其实和其他不同的病毒 它们和这个入侵性肺炎球菌感染 其实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你说得很对 那我们看回新冠疫情的时候 大家个个都戴口罩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那些病毒感染 那些呼吸核包病毒 腺病毒 鼻病毒 很多时候都消声匿迹 但是呢 我们发现呢 当我们脱下口罩之后呢 当这些病毒感染回来 比如说这些RSV 或者一些人类匾肺病毒 和这些流感病毒回来之后呢 其实是令到肺炎球菌感染 都是多了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类的鼻腔里面 其实都是有带有这些肺炎球菌的 那当你没事的时候呢 我们会和这些细菌共存 但是当我们有一些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这些病毒会破坏我们的黏膜 那这些基居出在我们的鼻里面黏膜的一些细菌呢 就会造成一些入侵感染 比如肺炎啊 入血啊 那所以病毒感染呢 和这个细菌感染呢 都有一个少少因果的关系 那其实有没有说 肺炎球菌之后呢 主要有什么症状呢 有没有说 有哪些人是真的比较高益呢 嗯 那肺炎球菌呢 就 听个名字都知道 那个最主要都是攻击肺部 那最常见的都是造成肺炎的 绝大部分的个案都是肺炎的 那他们的感染呢 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一些入侵性的感染 或者非入侵性的感染 那入侵性的感染的意思呢 就是其实它的细菌呢 经过了我们的黏膜 去到一些毛菌的地方 譬如说我们的肺膜啊 我们的血液啊 甚至乎它可以去到我们的关节啊 骨头啊 造成一些的关节感染啊 或者一些骨髓感染啊 而一些非入侵性的感染呢 就举个例子呢 就举个例子呢 就是一些譬如鼻豆炎 或者是一些中胰炎 那想问一下医生呢 其实高风险的情况是包括些什么呢 其实高风险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曾经以前试过 有入侵性的肺炎球菌感染啊 另外一些人士呢 就是一些它本身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的 无论它本身的免疫系统差啊 或者是因为一些药物 譬如说花尿电尿啊 或者一些类固醇啊 令到那个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士呢 都是属于高风险的 另外就是那些有植入一些人工医窩那些呢 都是一些算是高风险的人士的 那其实如果高危人士呢 有没有说 可以怎样预防感染肺炎球菌呢 高危人士呢 如果看回香港的数字 或者其他国家的数字呢 其实一路一乱呢 那个风险是最高的 如果说小朋友呢 2至5岁呢 那个感染的数字是最多的 而成人呢 在50岁之后呢 就其实那个感染的机率呢 都是慢慢 年纪越大呢 那个感染机率就是越高的 那当然啦 就是要预防这些感染 当然是要做好个人的卫生 就是要做好个人的卫生 那我们有病的时候 就要戴好口罩啊 要截手啊 或者要避开一些 人多势逼的地方啊 也都要 就是如果有其他人有感染呢 我们都尽量和他隔离吧 隔离院一些 那因为这些这样的细菌病毒呢 都可以经由一些的非没传播 或者一些近距离的接触而传播的 那另外一个 最重要的预防感染 当然是打疫苗 那其实就是知道 肺炎求菌的疫苗 其实都分了很多不同种的价素 是不是价素 越高就代表越好呢 就是作为市民 应该怎么做呢 肺炎求菌疫苗呢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叫做结合型的疫苗 另外一种呢 就是多糖的疫苗 那结合型的疫苗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帮我们预防得到入侵性 和一些非入侵性的感染 而多糖的疫苗呢 只是可以帮我们预防一些入侵性的感染 那所以呢 那个价素呢 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 那当然啦 如果那个价素是比较多呢 那意思呢 就是可以帮我们预防到一些更加多 血清型的肺炎求菌 所以其实主要的疫苗就是 针对一些高危人士去接种 那接种了就会好 保护力就高一点 对于怎样选择疫苗呢 就要看一下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那其实现在香港的所有的小朋友呢 出生不久之后呢 都会接种这个结合型的疫苗的 那另外一个群组呢 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士 那年纪大的人士呢 都应该接种疫苗的 那至于最高危的人士呢 其实他应该接种两种不同的疫苗 他们应该首先接受这个结合型的疫苗 那之后呢 再接种这个多糖型的疫苗 那如果他两种疫苗一起接种呢 那他们那个对于 他们的血清型的保护 对于那个肺炎求菌的保护 是更加好的 那至于怎样去选择呢 就其实那个价素越多 就未必一定是越好的 那你看回本地 那其实现在呢 那我们讲回这个结合型的疫苗先 那我们现在都有两种新的结合型的疫苗 那以前的结合型的疫苗呢 只是13架而已 那我们现在有15架的疫苗 还有20架的疫苗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本地来说呢 那我们的血清三型呢 其实是最流行的 那所以我们最重要呢 就是保护好我们预防这个血清三型 那有研究显示呢 15架的疫苗呢 15架的结合型疫苗呢 对于我们产生的抗体 所以保护我们预防这个血清三型的链头菌入侵呢 是比较上是效果会好些 那但是 20架的疫苗呢 那当然呢 可以给到我们一个更加广阔的保护 那但是其实20架的疫苗呢 它所涵括到的多出来的血清三型的细菌呢 在香港呢 都不是那么常见的 那大概 如果你看回过去那几年的数字呢 大概是可以 最多可以有多5%的保护 那但是这个和欧美就不同了 如果你在外国生活呢 20架的疫苗呢 那个保护那个涵盖那个流行血清淫呢 可能会多20-30%的 如果对于这些高风险的人士呢 其实本地的打针建议是怎样的呢 那本地的科学委员会呢 都对于这些高风险人士呢 都有一些建议的 那他们首先呢 应该打这个15架的结合疫苗 那一年之后呢 再接种这个23架的多糖疫苗的 如果要接种疫苗之前呢 其实有没有说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或者接种疫苗之后 其实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呢 那对于接种疫苗呢 最重要呢 就是看自己对于疫苗的成份有没有过敏 那要看一下自己 有没有曾经打过类似的疫苗 尤其是那些疫苗 是含有这个白喉型毒素的疫苗 是有过敏的 那也都看一看自己最近的身体状态如何 有没有发烧啊 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感染啊 那如果有不舒服又在发烧啊 那可能就要退迟这个疫苗注射了 那其实这个结合型疫苗的副作用呢 大概都是跟其他的疫苗差不多了 那都是会造成一些肌肉的疼痛啊 或者打针位有些痛啊 红肿啊那样 那注意呢 比如说有些严重的病发症 或者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 其实都是很少的 譬如最多可能有少少发烧啊 可能有少少比较疲倦啊 但是那个数字上都不是那么多的 小朋友长者或者高风险的人士 都应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有需要的话呢 都可以考虑接种疫苗 今天呢 谢谢徐医生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鐘